虽然现在才5月 但是股价往往都会是提前反应 那6月份有什么 有Computex还有苹果的 WWDC大会要登场 所以你往前估算 两到三周半个月 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正好 就是要开始着手布局的 聪明时间点 那要请教齐琳老师 怎么帮我们去抓 它的发动时间点 还有它的面向 其实这一次的Computex 我觉得算是一个重中之重 因为这一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 AMD的执行长苏之锋 还有说NVIDIA的黄仁勋 还有高通的执行长 Intel的执行长 季辛格 他们通通都会来到台湾 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到台湾呢 因为他们这一次 就是来带领 跟大家讲说 这个AI的浪潮有多好 同时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他们来到台湾的话 就有点巩固供应链的效果 所以说只要AI继续往前走的话 台湾将会是最大的受惠地方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说 接下来 因为是台北国际电脑展 那我们看到AI跟PC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说 是不是AIPC 接下来会有一个机会呢 那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字卡上面的话 就是在讲到说 首先我们看左边 左边那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说 之前疫情的时候 所以当时 因为居家上班嘛 隔离的关系 所以当时 那个PC的拉货拉了很多 所以在2023 2022的时候 感觉就是有一个往下掉的缺口 那个就是因为说 在销库存 但是呢 现在回到了2024开始的话 整个全球的PC 那个出货量 会是逐步逐步的回到了正常 那我们看右边的那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说 2024其实是AIPC的元年 今年的AIPC的渗透率 大概是16-17%左右 但是到了明年 2025将会拉升到了50% 所以说 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其实都可以常常会听到说 AIPC相关的这些题材 然后会有一些发酵的效用 这样子 那如果讲到说 AIPC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说 2357的华硕 华硕的话 它是大家都知道说 它是台湾商用电脑的龙头 那商用电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PC的复苏上面来讲的话 第一步一定是商用电脑 同时今年 那个Windows 它有说 它的Windows 10 可能要做一个中止服务 然后要换成Windows 11 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那些商业用的电脑 可能就会做一个大型的更换 就除了AI的题材之外 还有Windows 10的中止服务的题材 那华硕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近期的股价 就是呈现一个 有点缓步缓步 在走高的状况 已经不是缓步了 已经默默的突破 一回头就突破了 吓死了 对 因为它的成长动能很强 在第一季的时候 原本来讲 大家都会预估说 它在传统来讲的话 算是PC的出货淡季 但是没想到 因为AI伺服器的需求 非常的畅旺 所以说它第一季的营收 去成长了12% 算是非常的强 那像这种股票 我觉得说涨多了 我们不一定要去追 因为你接下来就会 去挑战那个前高 那前高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说像这种股票的话 我们就是等到 它拉回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低阶布局的情况 但这也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老大哥表态的讯号吧 是 AIPC 所以这样看起来 AIPC真的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可以看到它将是接棒主流了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当作是这个讯号 对 可是不过大家的话 要把那个眼光可能要拉长一点点 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爆发点会是在2025 所以说如果你说提早先去做一个布局的话 我觉得可以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急于追价 我们可以等到说有点回落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做一个低阶的状况会比较好 但 AIPC我们双A不止华硕啊 还有宏基啊 那宏基现在还稍微在缓步电高 那它空间会多一点吗 宏基的状况的话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搭配intel 然后推出了一个AIMB 就AI笔电了 那它今年的话会有跟高通啊 超微合作来推出一个 AIPC 不过整体来讲 AI相关的产品在宏基的营收大概是5%左右 所以说还没有那么的高 那接下来它的股价跟营收的那个动能啊 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等到说 它的渗透率是否有在提升 以及说它的消费者 我们开始很接受这个宏基的AI产品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说 才会有一个机会把它的股价往上推升 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在过去来讲的话 就是近期来讲的话 它就是呈现一个比较横盘整理的状态 哦哦 你就说它要有一些 比较突破性的成长性 对对对对 要拿出来 比如说它发表了一个可能很超强的新品 然后大家接受度很高的话 那它就会有一个那个成长动能就会出来 对不对 所以宏基稍微会比较温吞也是有一些原因所在 但是还是有一些题材是可以期待的啦 是的 那组装厂的部分呢 我们这礼拜苹果不是发表的新品吗 它不是在iPad Pro搭载M4吗 所以我就在想 那它是不是也准备下一步也在要供AIPC一个准备 你平板都有了总要下一个就是电脑了吧 对没错 那我觉得组装厂的话 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先可以看一下说 除了说2317长很凶的红海之外 我们可以回来看到之前的AI伺服器的那个老AI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刚才讲说AIPC嘛 可是其实AI伺服器也会是 这次Computex当中的一个重点 一个亮点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目前来讲 AI的伺服器龙头就是灰达 那灰达的话它的GP200 现在大家都在讲 GP200它主要有两个规格 一个是NVL的72 一个是NVL的36 这个啊 这两台大概明年预估起来的话 会出货有4万台之多 那一台 一台NVL72它的单价是300万美金 所以这两个4万台上加起来的话 可以贡献NVIDIA500亿美金 所以说不只是这些组装厂啊 散热啊电源供应器 我相信通通都能够去做一个受惠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说 供应列的广达 2382的广达 广达它的第一季的营收 其实表现没有那么的好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台积电受限于 COAS产能开不太出来 但是呢 相信在第二季开始的时候 那些之前GPU公布应求的状况 会有所缓解 所以说它AI的相关产品 就会在5月6月的时候 开始逐渐的公布出来 那它的股价也有机会再往上攻击 好 这是在AIPC 我们要先帮大家预作功课 预作准备的部分 给大家做参考咯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要再把时间再拉短一点点 在AIPC之前有什么 520行情是不是真的要准备倒数了呢 好像下礼拜总统就职哦 那下礼拜的台股行情过高可期吗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